歷史课时老师一定有提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杀死了数十万日本平民 加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但历史老师可能没有提到的是 那两枚原子弹一枚叫小男孩原子弹 一枚叫胖子原子弹 因此在哆啦A梦数数与大象一集中 哆啦A梦与大雄回到战争年代对军人说 不用担心战争马上就会结束 反正日本会战败啊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 是因为他们来自未来吗 错是因为他们就是胖子与小男孩啊 你说谁是胖子啊